五樣黃昏想做的事 下班、吃飯、逛街、看電影、搭席 我是黃千怡 星期一至星期五 黃昏五點到七點 黃千怡、Eric Give me five Dubbub 今天是星期五 既然是Happy Friday 星期六日要介紹一些好的地方給你們 今天這個嘉賓 如果你曾經在網上看過他的Vlog 他是一個很懂得吃、很懂得享受的人 很懂得享受 他的Vlog的照片很漂亮 然後介紹的東西是 我真的沒去過這個地方 是很想去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找到晴晴上來的 你好 你好 晴晴 我知道晴晴在Vlog上 也有很多介紹一些好的餐廳 好的去處的地方 我已經看過你的Vlog 最新鮮、滾熱辣 就是早幾天你去過馬會那裡吃飯兼看馬 是啊,很有趣 其實我自己都沒試過賭馬 但是一進去 每個嘉賓都派一張已經落了住的馬票 那我撿著馬票 所以下一拳就是你這個 就馬上走到露台上看自己的馬會不會贏 馬上已經投入了一個氣氛 不錯 因為有些人不懂得買馬 就算進去 他打了一本給你 你也不懂得買 看螢幕也不懂得看 如果他還給你便好了 因為你馬上可以對一下 還不懂 咦?可惡不懂 可惡不懂 多數不懂 你那些 還有這個也不是一個項目 總的項目就是 通常看TVV的劇集 或者怎樣也好 是名人才可以在馬會那裡寫包箱 寫一頓飯 然後看著馬的時候 喝著一杯紅酒 拿著望遠鏡那些 是時候拿去搓頭馬 那些感覺 所以你這次就去到 多難行得過這個機會 但其實現在都不需要 如果你是夠人數 夠人數可以包到場 你都可以 不需要去會員 都可以去馬場 我們平民百姓都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以前其實可能要是一些會席 跟著你才可以這樣說 對 他現在做很多promotion 可以open to 你包到場就可以 大概要多少個人 這類型 我想三、四十人 三、四十人 你搞生日會都可以 對 搞party就可以去 OK 但不一定要馬貴的時候 才可以預訂到 因為譬如你會看馬 其實平日更好 馬貴反而會被人預訂 對 平日更加多位 OK 那些東西行不行 即是氣氛一流 我知道 那些小點很好吃 很精緻 譬如有些鵝肝在包上面 有些脆脆的東西 即是一口 就是送酒 真的拿著酒 在露台上看馬 還有送馬 OK 好 其實今晚婷婷上來 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 就是 為何你會知道這麼多洞路 對 為何你有興趣發掘這些洞路 其實我覺得香港是一個美食之都 大家都知道 如果自己都不去試的話 就會很浪費 其實我每個星期六的午餐 都會和我媽媽到處去吃東西 咦 一周的約會 你和媽媽去 所以每次都 當然有些我們喜歡的 我們會再去 但是有時候去得多 我們很喜歡去找一些新的地方 算上 還有一些地方去吃午餐 聖誕午餐 或者去聖誕午餐 其實是值得很多 你可以享受到環境 但是你的價錢會便宜很多 都差很遠的 因為譬如解釋 可能一間中上級的餐廳 譬如吃一個晚餐 有時候可能要五至七百元 但是我知道午餐吃 是可能三四百元有交易 五百元都可以的 是啊 不過唯一可能看不到 有些餐廳賣在景點 就可能看不到夜景 晚上是給情侶吃飯是最好的 因為看得沒那麼清楚 會是開心 你拍拖就這麼多錢 就是這樣 其實你真的挺有心的 因為譬如香港很多人都是 我吃開過一間 我喜歡吃 我可能不斷都會去那間 我就很怕 很怕一間餐廳那些人認得我的 就是叫了名字 這裡可以怎樣聽我講話 好像很熟悉 我比較尷尬 我比較尷尬 你發現太有親切感不行 沒錯 其實很多人可能要發掘一間新的餐廳 通常就是我聽我的朋友介紹 或者我可能去一些開飯的網 就是看別人的食評 就是看雜誌 對 雜誌 因為我自己試過幾個方法 通常朋友介紹是最準確的 是 上網看有時候你都會擁不定心髓 因為可能有十個人賺的事 有四個人踩 那怎樣好呢 而看雜誌是最失望的 我告訴你 真的失望的 因為通常有時候可能是賤稿 或者怎樣 通常到來 你身邊好像沒那麼好 那這樣 那譬如婷婷 你自己怎樣去找到那些門路 去炒香那些這麼正的餐廳去食飯 其實 我也會看雜誌 但是 其實 逢星期五出一個 其實在一些巴的地方 可以派入免費的英文的 好像報紙那樣 一個星期出一次 他介紹的東西我會覺得比較適合我們口味 口味,是準確的 而且見到那個樣子都挺有趣的 想試一下的話我都會自己試一下 或者問問朋友有沒有去過 但如果是坊間那些 坊間都有很多雜誌 有時候會打正旗號 甚至是介紹香港不同的店舖的美食 你有沒有看過呢?或者有沒有嘗試過去跟他們 其實你看的時候你都感覺到他的賣點 究竟他的市場是香港人、自由行 或是外國人或者有稀微的人 那你就會知道自己是否適合那個地方 你覺得他們頗適介紹的 你覺得我可以嗎? 普遍來說,你不要客人來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實在太多,可能一本雜誌 一本雜誌他都介紹幾十間 那其實我想可能有一兩間是正的 那你就要自己去選 那我就知道 我不知道,因為譬如《康金財經》 我不知道他怎樣介紹 因為譬如外國那些食評 通常是有個食評家的 他們會告訴你 從很多不同的角度 環境,甚至乎燈光他都會計算 廁所他也會計算分 在香港就是我們只是 譬如你上網看的那些 不知道很好吃 很有口感 很有咬口 很香、很濃、很滑 但我也想問一問婷婷 其實就是 香港人吃東西很快就有一個trend 可能幾個月就換了一個trend 有一陣子很流行私房菜 每個人都會把私房菜 有一陣子很流行吃日本咖喱 每個人都吃日本咖喱 其實香港這一陣子 你覺得這個trend是在去哪裏? 輕吃到什麼呢? 其實我想是一些中西交流的 創新出來的食譜 但他們現在就不說fusion 因為覺得這個字用得太多 變得便宜了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這個字 到處都說自己是fusion 所以真正那些 他們就會覺得我是一個創新的創飾 我是modernized了的創飾 就不用fusion這個字 就是一個獨特的類別 加上幾個東西就叫fusion 對 但譬如現在這個trend 其實它有什麼特色呢? 現在這個叫中西合璧的一種烹調方法 其實它會有中菜的精神在 或者它的材料會用中菜 但是你知道中菜通常 可能炒一碟就搬上桌 所以你看下去的時候 中國人就會知道好吃 西人就會覺得 可能那些食譜又是一拍 所以他們的創新就會想一下 我怎樣去present得好些 還有加一些西的材料 譬如鵝肝、軟醬 加了下去 又會帶出那種特別的味道 好了第一間 田典你要介紹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間餐廳是在薛廠街的 那廚師和老闆 就是同一個人 很特別的 它是紋身的 寫著 紋了 在手臂上 廚摸 廚摸 是啊 很漫畫 它本身出身 它是一個工程師 但是它是很喜歡吃的 所以它就研究到 它是用一些中菜 譬如 其實我有一個很刺激的 有一個菜就是 皮蛋酸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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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東西很久了 對呀 好像是懷孕的媽媽會吃 那都不是一個 中國的特色小食來的 但是它把它帶出來 很有趣 它是用一個手捲的架 然後就好像一個手捲 就用那個酸薑 就做得很薄 很脆 然後就做一個 好像雪糕筒 然後就放一個皮蛋在上面 然後它就說 是要一口吃完的 一口吃完 一口吃完 它每一個菜都是一口 我覺得 這個是最興奮的 另外還有一些菜 大家不記得 哦 鑽了 對了 其實剛才我平時也應用過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日式 可以手捲的 不過就不是紫菜包著的 是酸薑 包著的 但是吃下去 你覺得味道如何 跟你平時本身吃的皮蛋酸薑 有什麼分別呢 你會覺得特別是冬至 柔柔 對 當時好像在吃椰子醬 對 說真的 你經常都說 顏色香味 你的味道可能比我們中菜 都已經很好的 但是 你換了一點包裝的時候 你放進去的感覺 會比較開心 老實說 我從小到大都比較偏吃 很多時候 如果我看到那些食物的樣子 我會判定它很好吃 是啊 大概會好一點 但是譬如說 譬如說 你放在我面前 我未必會有個衝動去試 但是你看到它很精緻 一個手捲 還要一口吃到 小小的一口 這些我 尤其是女生 我想就會肯試 是 其實這間餐廳還有另一個特色 它就是有一個shaft table 在kitchen旁邊 有六個位置 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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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年年前 介紹每一種食物 去煮 這個食物 最適合配紅酒 什麼的紅酒 什麼的白酒 每一道菜都不同 都會有半杯底 是啊 是啊 所以整個餐廳有十幾道菜 每一道都是一口兩口 這樣媽媽都要喝了十幾杯酒 是啊 你也要好喝 對 那些酒 有些人可能吃吃不覺的 喝一下喝一下 這裏要提醒 如果你去到 真的要小心點 對人來說 是叫做淺著 對 而且它拖得很長的一頓飯 不會是半個小時 你來吧 喝酒 是一半的嘛 廚師 你不是說他有一個紋身 對 對 那他出來在食客面前 會不會都穿一些舞咒衣 那樣的呢 顯示到他那個 它是 雞翼咒 那他的傳魔就會這樣 展示出來 對 這樣跟你聊天 他主要這樣跟你聊天 好像他的icon 造型 是啊 挺有趣 他就說他的主要方法 就是沒有規律 是 因為他是傳魔 他就是自己創新出來 他試過好吃就好吃 就不會在紀律 在他的字典裡面 是沒有這個字的 嗯 那他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 他自己覺得 這樣是對的 就是會創新出來 但是又會很驚訝 他的性格 都好像漫畫介紹 是啊 那一位傳魔是叫Alvin Alvin 是啊 他稱之一隻 是叫做Modern Chinese 就是Modern的中台 是啊 而且我知道他另外 還有一些特色的配料 可能他會用很多可能是魚子醬 黑松露等等 嗯 是啊 其實他會有一些 譬如黑松露的蝦餃 那你吃蝦餃下去 一口吃下去 就會有些黑松露的香飄出來 那你平時去茶樓吃點心 是吃不到的 是 如果你這樣給我們吃的話 好 那這間餐廳 其實就是在雪藏街 嗯 但是他的位置在哪裏附近呢 其實就是在雪藏 Ice House 就呈在Ice House 那裏 OK 那這間就是B字頭的 是啊 很容易找的 如果喜歡吃中菜 但是又喜歡很精緻的那些朋友 可以試一下 還有如果想一倒全魔的真身 我這些是很想看一下 究竟他的樣子會不會都很漫畫呢 反而我也想知道 譬如他內部整間餐廳 就是野食很棒 嗯 但是內部裝修其實是 有什麼特色的 是西餐的setting 是西餐 是啊 其實他晚上 我剛才說的那個chef menu 就要七百幾八百元 但是他就配上酒給你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 就是七百幾八百元 但是如果你去吃lunch的話 他都有一些很便宜的lunch set 就是一百八十元都有的 也是一個好像法國餐的setting 你可以選擇兩個頭盤 就是點心來的 就是一個主題 就是一些日日不同 例如黑松露炒麵 魚子醬炒飯 都這麼驚訝 就是這樣 就是再加個tea or coffee 你都可以taste到他的那種 好 第二個了 這間我聽說應該是跟茶也有些關係 嗯 是啊 聽過名字就覺得是有少許關係 是嗎 有那個字 是 其實這間餐廳呢 他第一間就是北京的 那個始創人呢 錦兒呢 他英文叫 Ginner 是 他是一個藝術 同時是一個刺激師 也是一個廚師 所以他就把餐廳 就集這個Gallery 和Teahouse 和一個高級的餐廳 都一身的 就是好像藝術品 將他所有的才華 都放在這間店裡 沒錯 而且他每一道菜都好像一幅畫 展示出來的時候 嗯 嗯 都很多 就是一個很 又是很創新的一些藝術 譬如他那些雪糕 有麻辣雪糕 有花椒雪糕 有花椒雪糕 有芥末兒雪糕 這樣 還有榴槤 是啊 有榴槤雪糕 你初初聽的時候 你會不敢試的 這麼古怪的 但是廚師拿出來的時候 很可愛 很漂亮 全部一口的時候 你會試 原來是很適合的 每一口 一口 很小的 很小的 因為薯絲水 我們會試多一點 可能你一次就不是吃一杯 是的 是淺嘗 一點就可能有幾杯 但全部都可能兩三口 是的 嗯 我知道這間餐廳 就是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它對茶碗 都很執著 所以其實它每年五月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個 看看哪裏來了新鮮的茶葉 我們就有一個 我們有些 wine tasting 在這間餐廳 就會有一個 是green tea的 tasting 是的 就是有些茶 不是自酒 這個都挺有趣的 是的 其實茶的藝術 都跟外國人酒的藝術 都是不相伯仲的 即是你怎樣去種茶 在哪個地方種 什麼時候去撕 還有你怎樣去看乾些茶 沖多久 什麼溫度飲 全部都是學問來的 是的 每一種茶葉 然後又有不同的東西去配搭 應該怎樣去配合整件事 是一個藝術 沒錯 那是不是我們普通 一作為一個顧客 都可以去 譬如五月它有得試茶的時候 是不是我就可以去參加的呢 是的 當然你打電話去訂製 是的 不需要說我是那裏的顧客 或者整個光顫才有的 不需要 我想去試一下茶 都可以 是的 挺好的 很多個巴桌很漂亮 是一個海的形狀 是的 是的 海的形狀 是的 是一個不規則 它的桌是一個不規則 海的 而且很像波浪 波浪 而且你站進去 你通常喝東西 你站起來 站進去的時候 你覺得好好 聊天是很好的 因為那個形狀就是 對著又不是說吃多 又不是說平平 那個形狀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 所以其實因為是一個享受 其實是否就是說 你可以在那裏 是可以享受一些美食之餘 其實你還可以去逛逛 看看剛才錦兒 她本身有很多藝術品 有一個藝術品 可以消磨到一個下午 或者一個晚上 是的 她在香港這一間餐廳的設計 就是全白色的 但她在北京那間是全黑色的 是在一個四合院裏面 其實我想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北京 她那個更加是一個 experience 我現在看到這個圖片是香港的 這個是香港的 它是有些好像沙的窗簾布 然後那個感覺是 它是挺中式的 但是很闊落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對 不會有很多裝飾在那裏 不過是很舒服的 但我知道它其實是不是 都有一些新式的攀調方法 是的 例如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grill西瓜 是燒的 像我們燒扒一樣 對 底和面都有一些黑色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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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些怪 真的沒有試過 但你又是嘗 prone 真是很感我いい 巧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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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再有一點點鹽 一口疼下去 幸好是余生的感覺 是的 Sah家人 聽上去 其實你已經ם 已經發現了一個計策出來 就是這樣 但是放心,我們會問婷婷拿幾張照片 看我的Vlog 對,看看婷婷的Vlog 我們會放回婷婷的Vlog 連結到婷婷那裡 可以看一看 待會我們休息回來 新聞之後還有三個推介 待會繼續回來有 Eric Tini 還有婷婷 謝謝小美 謝謝Leon 謝謝你 志雲 我是Eric 星期一至星期五 黃珍五點到七點 黃千二、Eric GimmeFive La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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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綴之外 LapB LapB 光讀 rapidly La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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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了晴晴第三關的推介 是一間私房菜嗎? 是,這間私房菜是在蘭桂坊的 是要上樓的 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下面是完全找不到Signage 究竟是不是這裡呢? 地點就是這裡了 完全沒有名字 我可能覺得私房菜是有這樣的 可能你吃的時候是有一種期待 而且好像是要找他出來的 是呀,很有趣 上去之後很有中國特色 給你一個很驚喜 私房菜的特色就是 你不可以阿拉卡去點東西 是設定菜單 即是廚師喜歡做的就可以了 即是你不可以熟款後點的 是的 這個它的特色就是 有一些西菜 每一碟菜都會配不同的酒 紅酒或白酒 它這次每一個中菜 它是配不同的中國茶 配茶的 是的 它每一道菜上之前 都會給一個好像功夫茶 這麼小的一道茶 是呀 是呀 最配襯那個菜 配合廚師 即是她自己獨特 Andy自己獨特創的一些菜式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知道最好 譬如私房菜很多都是 正如你剛才所說 是不會說你去逐個菜去點 它可能會幫你調教 或者做一個食譜出來 那它呢 我知道這間私房菜最好的地方 是你無論是 鄭師燕什麼都好 都可以上去找它幫忙 是嗎 沒錯 只要你有預算 告訴它多少錢 它就可以幫你設計 一個適合你的菜單 大概呢 譬如我們 它會不會說 大概預算要多少 還有多少錢預算 會吃到些什麼呢 嗯 其實它最基本的菜單 就是四百元一位 四百元一位 是的 我自己都試過這個 其實是它自己想的一些菜式 都挺多的 雖然四百元吃進去 例如 國色天香 紅粉菲菲 金枝玉葉 全部的名字都很漂亮 那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我會喜歡它有一個是做蝦的 是 是 是有一些花生醬 還有豉油去做個調味的 嗯 那你突然是猜不到啊 是啊 其實吃下去的時候我都不覺得的 我就覺得很香 很甜 很滑 但是問它 這是什麼醬 它就說 其實是下了花生醬 OK 其實我小時候在英國的時候 都很喜歡用花生醬煮雞翼 就被人說 有沒有搞錯你這麼怪的 是 有煮東西吃的天分 但是 其實大家試一下是好吃的 就好像你搶粉落花生醬 那樣 就是不只是炭麵包 花生醬 OK 那它們的菜單可以是五百元 八百元 還有一千元不等 當然一千元的就會吃一些山根海味 鮑魚 魚 魚翅 那它會做的飯頭都幾多 因為有些可能某些私房菜 他們打正其好 只是做一些家鄉小吃的 或者是住家菜 那不是的 我想每一個私房菜 每個廚師自己都有一種菜單 是 我剛才說它的法律很廣 可能一些地道的東西也會有 但是你想吃貴的它也會給你 是啊 Andy其實它親力親為 如果它不在香港的時候 這個餐廳就會不開了 因為它是煮的那個人 是的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 如果大家吃得高興 想喝酒的話 這間餐廳是沒有酒供應的 但是你就可以自己帶酒上去 所以大家如果訂桌的時候 下次可以留意這一邊 可以帶自己走 好 這間餐廳是在蘭桂坊的 基本上就是跟 那個意思就是跟蓮米芽一樣 那個名字 還有那個師傅自己都出了 好像很多食譜 他自己出了一本書 聽說如果你上去吃得多 可能會和你分享一下 嗯 是的 親得簽名送了一本給我 是啊 因為我看到一邊一結的時候 有很多 剛才你也有介紹過 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菜名 譬如肥脆如衣 原來就是蜜介汁配青瓜片 是啊 然後可能是珠光寶器 就是燒汁德國豬手 所以都挺有這個特色的 譬如你看他剛才用的材料等等 譬如豉油狀這個花燈醬等等 可能你是現在去打火鍋混醬的時候 你才會想到一條一條一條出來 沒錯 還有廚師加了一點點自己 譬如那道菜的感覺 所以就算你不是專程看它 是想煮的話 你看下去都會有其他東西得到的 是想煮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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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想煮到的 是想煮到的 讓你去試和解釋藝術的藝術 好像有一個茶道的示範在你面前 整個過程在你面前做一次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融會了中國的文化 融入到現在這個城市的lifestyle裡面 這間茶廣是在星街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這趟星街就是在那裏 很多heat and trendy的東西在那裏 那裏真的很多 有一個影響的影響是很厲害的 一些可能有生活享受的人會去到那裏 不是說只是一些試一些新的東西 它亦都可以品嘗到一些有中國俗識的東西 其實很多我們都會知道 可能你面茶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茶點或者小吃 那這間店會有一些特色的 一些配合呢 鬆茶的 鬆茶就會有些nuts 有些葡萄乾 就是配些茶 它就說這樣 其實喝茶是會有茶醉的 所以你是要吃這些的時候 就是去中和 你可以喝到不同味的茶 我反而以為是吃nuts 或者葡萄乾這類 反而是西式那些 或者喝酒才會 原來喝中國茶 都可以 都可以送口 反而還有另一個下火 這裏我就覺得 一個你可以去relapse 去聊天 對 我也覺得 會坐下來很舒服的那種 對 因為其實 可能好生一脫那些 都會覺得 哇 和我們搞什麼 對 他們覺得什麼叫Hip 就是咖啡店 上樓咖啡店 或者去當 就是Hip 但其實Hip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我覺得 譬如晴晴你心目中的Hip 究竟是什麼回事 你怎麼覺得這件事是Hip 其實我想是生活態度 就是lifestyle 很重要 不是盲目去追隨一個潮流 是的 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現在整個朋友 在說自己是一個個性行動 譬如你走過出街的時候 每個人都拿著那杯咖啡 穿著那件衣服的時候 其實那些就不是叫Hip 反而覺得 剛才她說的茶房 我反而覺得其實會適合一家帶去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接觸過那些小時候我年紀 可能十幾歲 甚至乎十歲八歲那些 他們真的完全不觸碰茶 甚至去茶樓 都是叫汽水喝的 反而我有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就是我有一個表妹 她是跟我一婆臭她的 她幾歲的時候 她不知為何已經很喜歡喝茶 但因為太小時候 你不可以給太濃 可能就會點兩點去喝 她就會很開心 我發覺 其實有些小朋友 反而是她從小到大 但是沒有接觸過那些東西 所以她不會特別有一個興趣 但是如果她試過 或者爸爸媽媽帶她去茶房 看看怎樣拋茶 反而我覺得小朋友 會接觸到另一種中國的文化 吃都可以 來到最後一個 剛才已經介紹過 有四間很有中西文化交流特色的食指 來到最後一個 就是婷婷今天的推介 這個其實就是用水壺轉 做一個主題的一個餐廳 就是在銅鑼灣 是的 它的特色 一進去 其實你會看到一些裝飾 你會看到108個好汗的獎 還有一些孫子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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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進去廁所裡 你會看到一個茅廁的設定 是 黑色的 以為自己在拍TVB劇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馬桶 對 因為當時它有很多的孫子椅子 然後整間有一個光馬 它的馬桶都有 有花 有需要的東西它都有 哈哈哈哈 OK 是的 這個是以宗會主來做主題 是的 那些菜式是否方面 都跟宗會主有關 它的菜式的名字 是覺得很特別 譬如花樣麵畫 是其中一個雜錦的食品 例如 我最喜歡的就是有滑梅蝦 還有一個名牌的荔枝酒 就是在它那裡喝的 是特別好喝的 我每次去都會喝 荔枝酒 是的 不是很濃的 它不濃的 真的大家都喝得到 我也帶過一些朋友 他說他不喝酒 但他都覺得好喝 那它是怎樣 serve的呢 每一杯他會放一粒荔枝 一粒冰 然後他會有一個荔枝的糊 那就是每人都加少少來喝的 你也要嘗嘗 包包你覺得是好喝的 嗯 它真的是甜甜的 甜的 是的 我想如果放了一粒荔枝下去 是 就有些鮮荔枝 是的 香好甜 還有這一間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除了它的飲食之外 我知道還有一件很特色的東西 是可以欣賞的 是的 其實他每個星期五都有木偶劇的表演 是 逢星期五的七點和九點 所以我有一次六點多去到 我看到兩場的 那你出了 吃飯前又看到了 7點大概 可能9點左右 有 那你出了出來又覺得 木偶劇是不是那些很老套 以前那些人沒有電視看的時候 才會看的東西 但是原來他那個師傅 那個師傅 他會搞到那個氣氛 是很有趣的 譬如他有一隻 扯線的貓套 那他會把貓套帶到台 然後每一台的人 他都會跟他有interaction 譬如他可以爬上去的身上 拍照 那些朋友玩 騙手 那些都可以 就是會很搞到 吃飯之餘 還有餘興的氣氛 以前可能是古代的 一路吃東西 一路去看entertainment 對 因為不同我們現在的茶樓 或者食肆 可能都會開著 也會有電視的 又說看球 對 那他這裡就用了木偶劇 去代替你平時在餐廳裡 會發現到你的電視 他播不同流行歌手的歌 或者看足球 所以星期五晚上去是特別划 但是一定要訂桌 因為就會很滿 沒有的 但是如果只有我選 那我也會選 才會選 是啊 你幾多是話養共主的感覺 是啊 其實我也想問一問 通常客路 五間餐廳 其實客路通常會是甚麼人 其實他的對象都是 可能有些外國背景的人 可能是外國出生 或者是外國讀書回來 或者是一些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 很多人都會去這裏 但是其實他當然想開放市場 就是越來越多人知道 香港人都會去這些地方 所以就更好 因為越來越多 香港人都喜歡到處找食物 不是只是去來去去 都是那幾條街 是啊 所以都想推介這些給各位 港地人知道 沒錯 我聽到有些朋友都會說 譬如有些很Hip的地方 那你為何會去這個地方這麼Hip呢 就是因為可能人流不是很多 你始終有一個 是醉了一班 是有共同興趣的 或者是 大家有共同一個品味的一班人在那裏 但是他們有時候會說 不要弄得這麼多 待會宣傳太多 反而太多街外人來的時候 反而會抹殺 即是偷淡了 原本跟餐廳有那樣的特色 是啊 你會不會真的會 會不會怕呢 我怕就不會介紹 其實我覺得都還有空間 可以給多些人去的 對 所以到我 暫時就不怕的 始終我的價格也是設定的 對 一腳有一個門檻 你要檻過才能進去 對 但有時候不用餐餐吃 我又覺得 可能有時候 生日 或者是幾日子 對 週年那些 因為你不會每天都去這個地方 對 超有錢 對 一、兩次我覺得可以的 對 因為我自己都會是那種自私人 對 譬如有時候 我找到一間很好吃的餐廳 我會 我會介紹給別人 但我會看一下 他是誰 我會介紹那一類的餐廳 譬如有朋友 他喜歡吃茶餐廳 大排檔的那些 譬如剛才你可能有一些 叫金枝玉葉 這些小菜 而他可能吃過淺羅炒飯 即是不同的 那樣東西 那時候你會覺得 這間餐廳是應該介紹給這個朋友 而可能這個價位 或者這一類的餐廳 我會介紹給另一個朋友 你標籤了你的朋友 對 而是他可能會適合一些 對 因為有些不懂得享受 或者他可能不喜歡 我怎麼喝茶 我都喜歡喝啤酒 對 對 他去到這些他可能是不欣賞到 他可能覺得悶 為什麼喝得這麼少 對 我都覺得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反而是每個人的飲食習慣 都不同之外 對 真的不同 有些人其實是沒有那麼捨得 在吃的方面 對 但有些人是相反的 可能餐餐都要吃到 真的餐餐去吃才安樂 對 你做兒子 有時候可能帶點爸爸媽媽去吃飯 對 這間餐廳好吃 對 爸爸媽媽未必認識 對 他們會想到 這麼小碟 只要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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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可能不會想到 原來牛肝是要一滴滴滴 是OK的 但你不會吃一塊牛扒 這麼大的牛扒 牛扒 OK 還有我都知道 其實程程你都認識很多 都會有些外國的朋友 或者其實你介紹 這些都是幾個香港特色的 一些餐廳 其實我也想問你 其實你心目中 你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那個賣點究竟在哪裏 是否還是這種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 其實香港賣點就是國際大都市 這是一個base來的 即是大家 隨街的人都會懂得講英文的 即使司機都懂得講 再加上 五千年的中國文化 其實都更根深蒂固 在我們 可能我們是殖民地時代出生的 但我們還是有中國那種文化 在心底裏面 我覺得這個就是香港人 和香港這個地方的最大的特色 中國的其他地方 上海、北京 那些其實是取代不了的 所以香港都真的要堅持 保留著這一種的特色 我想是因為這個原因 平衡今天特地選來的五間餐廳 就是除了中國文化 有少少是西方色彩 他會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代表我們香港 我想是飲食這方面是一件事 因為有時候 譬如我都認識一些外國朋友 來到香港的時候 可能你看很多不同的電影 你都會覺得香港 仍然是有那一艘帆船的 仍然是道義為生的 我之前看《Fantastic Four》 它是有什麼災難 來踏襲香港 但是它仍然是一艘帆船 和漁村來的 我們來到香港 為什麼這麼多高樓大 有IFC 有Time Square 為什麼這樣 看了幾晚夜景都看不到帆船 所以他們會覺得 譬如我們剛才庭庭的介紹 都會有些茶 或者有些中國傳統藝術的元素 譬如畫劇 但是他來到香港 最多都是Shopping Mall 我們香港也是其中一個特點 是臭物天堂 但是原來 食方面的文化 都會有其他中國的東西 可以包含進去 最後 要問一問 庭庭你的Vlog 我怎麼可以搜尋到你的Vlog 我就是庭庭 C-I-N-G-I-A-C 是Jerge中文婷婷 可以搜尋到婷婷的Vlog 裡面全部都是野食水 你就知道 你找我 又或者可以上 Eric或者天儀的Vlog 我就會連繫到婷婷的Vlog 那你就可以看看 今天她的五個的精神為推介 今天就有一次多謝你上來 謝謝你 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是啊 我們可以吃很多東西 自己去喝茶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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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